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6月11日 周二深夜 是被亚洲分组赛EA组有好戏上演 卡塔尔将在主场对阵印度M直播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实力以及近况都形成鲜明对比 金扑自然看好主场作战的卡塔尔笑到最后 前五轮分组赛战霸 卡塔尔斩获四胜一合的澳人战绩 已经提前晋级到18强赛 在这个分组里 卡塔尔可以讲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曾8比1血洗阿富汗 三球大胜印度 三球轻取科威特 整个过程相当轻松 重点关注爱摩斯阿里 此次乃上街亚洲杯的最佳射手和最有价值球员 他在该项赛事分组赛表现也非常出色 曾上演过大四喜的精彩好戏 本场比赛爱摩斯阿里的表现值得期待 卡塔尔除了进攻墙之外 防守同样固若金汤 五场分组赛仅是两球 简单来说就是要进攻有进攻 要防守有防守 另外考虑到卡塔尔近六个主场 路得五胜一合 主场统治力惊人 球队本场有力再下一城 上场面对科威特 印度全场15次射门 却仅有三次中容 最终0比0问核收场 此一过后 印度前五轮分组赛战霸取得一胜二和二伏击五分 简单分析本组的出现情况 虽然印度以微弱优势力压同击五分的阿富汗 但前者需要面对强敌卡塔尔 而后者面对科威特 很显然 印度出现难度更大一些 极为不利的是 印度攻击力非常之弱 前五轮分组赛紧攻入可怜的两球 放眼金界赛事同期 仅好过巴基斯坦等几支予南部队 试问 这种攻击力如何能够攻破对方的防线 回顾分组赛第二轮面对卡塔尔 印度几乎一整场都被压制 卡塔尔全场路得恐怖的20次射门 最终印度0比3惨败 综上所述 印度此番难逃一劫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可以 有点赞和有一些颜色 先例来召唤大家的颜色 节红充此马尔全场 contra用武 mı 胀 Strom 一身便利